二手的大众B级车值不值得买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粉丝朋友希望想去讲一些视频 给大家讲讲 买这种二手的大众B级车有哪些问题 今天就用我平常多年修车的经验 以及皮毛的二手车知识 给大家讲一讲 我身边有两台大众 右手边这台是一个大众1.4T卖腾 左手边这边是一辆2.0T的大众CC 那么这个1.4T的麦腾 它是用的1A211的发动机 搭配一个干式双离合 这个1.4T问题不算多 比较皮实耐用 我个人都比较喜欢这款发动机 但是这个车的双离合 在公里数高了之后 就会存在一些问题 如果说你要买二手的这种麦腾 最好看一下变速箱有没有修过 有没有顿挫 或者是有没有漏油 还有一些电脑板上面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切记 因为这个变速箱修起来说贵 它也不算特别贵 但是说便宜也不算便宜 即便很便宜的情况下 都是换的一些副厂件 大家懂了 其他部位的话 就是这个 剪针器上面的轴承 可能不是有异响 还有一个方向机 还有一个 左前门的玻璃升降器 这个车的玻璃升降器 特别容易坏 以前老款的E7都容易坏 这是B8 这个玻璃升降器是比较容易坏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但是好在这些东西 它修起来比较便宜 那么再给大家讲一下 2.0T的EA3-8 这个车它是属于一个二代的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的问题就相对来说 要多的多了 有多少问题呢 第一大家要检查一下 有没有烧机油 大家都懂了 再一个看一下有没有漏油 照看车呢 它的2.0T发动机 问题还算是比较多 但是它的双离合问题 算是比较少的 因为它是用的一个知识双离合 那么发动机有什么问题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这个盖子掀开 给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是一个2.0T的 那么这个发动机呢 应该是修过的了 其实修过很好 就怕它没有修过 这款发动机如果说没有修过的 那你最好还不要买 因为它的正式面条 有可能会跳尺导致顶气门 然后烧机油 这就不说了 这个飞气阀容易坏 然后高压油泵 这个还好 低功率的那个容易坏 这边正式盖这边容易漏油 水泵容易漏水 它练机的三项皮带轮容易卡死 发动机内部的平衡者也容易卡死 它那个滤网会 它那个滤网一旦堵了之后 就会发生平衡周暴的现象 还有这个气阀上面的滚子摇壁 那个摇壁里面 它的那个弹珠 有可能松动之后 就会发生失火的现象 这种情况多出现于急加速的时候 这种也算是一个疑难杂症 有时候揪了很久都修不好 还有就是这个突伦州位置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坏了之后 它会报一个突伦州位置 过大过小的信号 换一个就解决 总的来说 这款二代EA308 以及一代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大家买二手车的时候 一定要看好车况 像我们这台车的发动机 它都已经修过了 就是该有问题的地方 已经全部修好了 后期大家开着的话 它也就会更放心 更省心一点 大家买这种车的时候 不要去买那种车况 倒好不好的 你不要以为发动机没有修过 你就捡便宜 不是那么回事 像这种车的发动机 修过是最好的 一次性解决问题 你可以长时间的开 还有就是 如果说你经常是在拥堵路况 市区行驶 切记不要买这种大众车 因为你发挥不了这种车的性能 你买了也是浪费 这种车适合在我们这种 二三线城市 不堵的路况行驶 后期开着 绝对要比一些日系的中级车 开着要舒服 好吧 其实这个大众的B级车 相对于它的A级车来说 问题是要多那么一点 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多的去担心 因为这个车的保有量比较大 所以说 这些车它修起来也是比较便宜的 不算贵 如果说大家还想要有了解的车型 可以在评论下方 爱的小区 也可以打出评论 小区争取给大家拍几期视频 来告诉大家 nice 原来小区说的比较好的朋友 可以放在小区点赞加关注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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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